所谓的楞严法 可以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在修的佛性反本还原 反明规决 根本生死的问题断了 所以无名弑性转成佛性 在这个世界上真假很难分清楚 比如真花与假花 从外表看起来很相似 但仔细分辨 真花有根性 而假花却没有 我就讲一下 我那个学 怎么学楞严精的 我的方式是 以楞严精为主学 主学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主要精力放在学楞严精上 然后我是怎么学的呢 就是我以主师诸解来学 就是好多本主师诸解 比方说这一句经文 然后我这个主师诸解 也学那个主师诸解 也学好多本都学 然后每一本学完以后 我都把它放下安静 然后再自己去读 那个楞严精的原文 这是我读得心安静了以后 它会自然形成法理串联 然后那个物就出来了 然后在自己再读佛经原文的时候 你自己就能看懂一些深意 我是这样主学的 那佛学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伴是什么 我就是以法华经和华言经为伴 大日经 密教步经这些为伴 然后这个伴要怎么学呢 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所以我把主要经历放在细学能言经上 然后那其他的经历 我法华经 华言经 我就不用说一句一句 那个学读师读解了 而是自己读佛经原文 法华经的原文 华言经的原文 大日经的原文 这样子读原文 我们凡夫俗子 执着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真的 真实的世界 万事万物 都有我们的分别心所生起 佛在世 讲经说法49年 都是对不同根性的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才有那么多的经典 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十八星王天元成以上 高雄参谋报道